而繼續我們就來看 雖然今天是台風天 但是中華職棒 還是有在台中高雄兩地開打 其中澄清湖棒球場Lamigo的郭炎文 挑戰亞洲連續安打場次新紀錄失敗 最後一打以9比6 在打擊大戰當中擊敗桃園 這場元席大戰焦點就是 超級喜歡郭炎文 能不能延續連續安打場次紀錄 在關心紀錄之前 先來看到一大的攻勢 高國輝和鄭達宏先後敲出安打 還造成了郭炎文的傳球失誤 一大打回壓彈 掀持得點 高國輝趁勢跑回本壘攻下犀牛軍團的第一分 不過暴力遠打線沒有讓自家投手等太久 二局上半馬上發動反攻 郭炎文第一次上來打擊 打出投手正面的高彈跳球 造成希克守備失誤 沒有敲出安打的郭炎文發動速度戰 倒上二壘得點圈 再加上隊友們接連敲出兩支安打 桃園這個半局連得兩分 反倒取得領先 出去穿越的郵局防區 現在郭炎文繞過三壘 要準備回到本壘得分 桃園的一分領先也沒能維持太久 因為三局下半 火哥張建民開炮囉 被火哥帶起來 在中右外野方向 這球很高 很遠上去啦 這發陽春炮是火哥本季第六轟 綁住一大追成2比2平手 回過頭來關心要拼 亞洲新紀錄的郭炎文 接下來的兩次打擊 都沒能敲出安打 還吞下一張老K 而犀牛軍團的打擊 雖然在六七兩局攻下四分 卻在八局上半 被桃園一口氣打回四分給板平 在左半邊落地形成安打 現在三壘下的林志正先回來割分 同時原本在二壘上的郭炎文也跑回來 但主場的一大不想讓地主球迷失望 八局下半再接再厲 火哥要用三分炮幫球隊打下勝利 在右外野方向 火哥 單場的雙響炮 就是張建民生涯第一次單場雙響炮 一大再度以9比6取得領先 至於挑戰紀錄的郭炎文 這場比賽四個打輸都沒有安打 連續安打場次中斷在第三學三場 中場一大以9比6贏球 賞給桃園三連敗 郭炎TV 綜合報導